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在今天惡劣天氣之下 紅雨之下都是參加 由香港新聞報案館主辦的 香港新聞報案館賽馬會 資訊素養公眾教育項目 今天我們的講題 其實現在我們每天生活都會接觸到的 很熱門的 是人工智能的應用和素養講座 今天當然非常高興 我們請來大數據治理工會召集人 也是特區政府的數字化經濟委員會的成員 車品郭先生 大家好 你好車工 很感謝車工今天在 都幾大雨的情況下 來到我們 位於上環Billy Jassy街的新聞報案館 也現場很多朋友在風雨之下來到這裡 非常多謝你們 當然我們網上有百多位的朋友 就是等著聽聽車工 為甚麼跟我們講一下這個人工智能是怎樣 其實現在我們每天生活裏面 也都看到人工智能已經是大大 在我們的生活裏面 不經不覺已經是影響著我們的 不同的行業 比如說包括醫療的研究 生物科技的研發等等 也都是利用人工智能幫助它發展的 事實上人工智能是改變了我們很多生活 包括很多行業的經營運作方式 也都改變我們生活的方式 到底人工智能是怎樣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還有我們怎樣可以用好它 可以改善大家的營商環境和生活 有理由可能有弊的情況 當然 如果我們跟得很貼AI的話 我想你會發覺在AI裏面產生很多社會的問題 隨之如來的會 好像我昨天剛剛從北京回來 你會發覺北京如果你沒有了智能手機 你有錢也沒用的 大國人不會收你的錢 只是收你智能手機的支付而已 所以你會發覺在香港不是的 香港我們不要跟得那麼貼的 用現金你還可以去吃東西 做很多東西 坐車也可以 那到底在一個科技發展得那麼厲害的時間 我們怎樣去體待一個所謂的inclusion 就是說我們怎樣去令到一些 不是那麼想追得那麼貼科技的人 是不是都可以去享受到科技 或者不用科技呢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跟得貼可能就會有跟得貼的問題 但是當然我們又不可以說 很多東西大家都已經是競爭的時候 那時候每個行業都會科技化 或者人工智能化的時候你還沒做 所以你會發覺我們這個行業 有些人問你 在企業裡面問你 喂 你們AI了沒有 如果你的公司還沒AI的話 那個答案 人家都會說 你的公司可能會很快出問題 所以我覺得 一方面我們最近的科技 一方面我們會發覺 其實科技是有很多 會產生很多倫理的問題 都會同時發生 實際上我們香港也是 如果我們看回一年多之前 當OpenAI ChapGPT 已經開始盛行的時候 我們看到我們的大學就說 千萬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因為用了他們在抄功課 但是現在就不是了 大家都覺得要擁抱它 你隨便用 但是你要用得好 還有就是不可能給你用 當差功課 因為老師教授 那個腦子都很精靈的 現在就沒有人說不給你用 但是當時就曾經都有討論 其實我們相對來說 香港在這方面的步伐 其實都不夠快 我覺得反而是 我覺得反而是 對我來說是嘉賓項 就是當我們有充分 可以有機會去討論 用與不用 甚至乎有間大學用 有間大學不用的話 我不覺得這樣是一個大問題 我覺得這樣反而是有空間 但是如果我們是一個order 來告訴大家 不能不用 或者都不准用的話 我覺得那個創新的空間反而不夠 這個就是香港的好處 是的 香港的好處 是我們會說 我是不用智能手機 是不這樣 那行不行呢 我相信 未後都可能有兩成人是不用的 但是我們的科技 是不是容許 令到這些不用的人 都可以被接受呢 我覺得這件事 可能是一個進步來的 未必是退步 反而我現在這樣說 不是說鼓勵香港不去科技 只是說我們的科技 是不是一個sustainable的科技 我們會不會向前走的時候 我們更加向著一個更健康的科技趨勢去走呢 我覺得想鼓勵講這件事 事實上如果你要一件事 可持續發展 都是必須要研究深入 然後怎樣用才可以用得最好 因為事實上我們看到 現在生成人工智能 已經是日趨普及了 但是也有很多問題出現 就是說 譬如現在我們說很多時候在網絡上 或者利用人工智能 扮這樣扮那樣 騙你啊 特首都被人扮過了 你去投資 事實上就是沒有這回事的 那麼警務處長都說 很多時候 警務處長都可以被人扮成了 警務處長 這些就是 你用一些科技 你怎樣會影響了我們的生活 而這個生活是壞的方面的 或者網絡攻擊等等的行為 那這些我們都要注意的 那這些我們都要注意的 但是我想問一下車工呢 就是說 我們是怎樣可以用好人工智能 和一個好像很傻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 可能很多人都想了解更多 什麼叫做人工智能 其實人工智能分幾個階段 但是我來試試去講一講 但是我覺得 剛才說的那樣東西 就是我們正正 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曾經討論過 我們可能需要有 所謂的數字素養 或者科技素養 或者叫做數據素養 其實我們英文叫做Litocracy 那其實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科普夠不夠 是吧 就是說當我們講的去用人工智能的話 我們是不是很足夠的知識去到去更好地使用 我們政府給的政策 是不是能夠去令到我們安全去使用 甚至乎科技術的政策 不會說被人拿了數據走 這些都全部是一個 我們有時候我們用一樣東西 我們很想理解那樣東西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我舉個例子是什麼 如果你今天試過有些搭升降機 有些升降機是你按了號碼之後 不知道他叫你去A升降機 那其實你不知道那個A升降機是什麼時候到的 因為平時的升降機 你會看到它是18樓 17樓 16樓 有些是看不到的 那其實那樣東西 就已經是我們整天所說的 科技裏面的transparency 就是透明度高不高 如果那部升降機 你按了按鈕之後 它一直都不告訴你 都在去幾個樓的話 其實你對那部升降機是不信任的 每一部升降機都有算法的 是吧 升降機究竟是會 它會偏向於怎樣做 等多久 其實那個升降機等多久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原來你拼命 按個button 不會令到那個升降機 是快點關的 那部升降機 是有一個標準 是控制了它要多少秒之內才可以關的 不過在國內的升降機 就快點的 香港的升降機 就慢點的 其實這裏都看到它的素養問題 不是 應該說它的標準問題 我剛才要講這個素養 當你知道的時候 所有的人設計升降機 都再不會做一些 我們叫做 盲目地按了那個按鈕之後 跟著那個A之後 等了好久都沒有升降機 如果那個升降機 是出現人工智能 控制了 哪個高層那層 會多些機會 會擠到升降機的話 大家就開始知道 不公平了 這個不公平 到底是不是一個透明度高的東西 都會 你將我剛才講的升降機 這件事 它一反三 去到這個世界裏面 有很多資源問題 如果它裏面 是有人工智能 控制到那個資源問題 我相信裏面 就有很多矛盾點會出現 社會的矛盾都會從而出現 現在今天我們說 它打尖 因為你看到它打尖 如果在一個算法上做了的事情 令到一個人打尖 其實我可能是不知道的 我長話短說一點 就是想說用那個升降機的角度 給大家看 就是它沒有人工智能 一定有算法的 一定有些人工智能 但是它是不是 令你知道 你為什麼會等了五秒鐘 但是旁邊那部升降機 為什麼三秒鐘就到呢 你未必會知道 但是以前的舊式的升降機 你會看到 有些相對的訊息 是要告訴你 令到你感覺到很舒服 去使用這些工具 但是現在來說 很多時候很多事情 如果你不能透明 基本上你不太知道 到底是怎樣的 是啊 但是 我現在發現有些升降機 是沒有告訴你 它是哪些樓的 多少層樓的 但是今天你看到很多科技的出現 是反其道而行 變成很不透明的 譬如你今天問GPT 問一下車品格是什麼人 那它出來的結果 並不是每次都一樣的 還有出來的時候 會隨著你希望它 多有創意而產生出來的 所以其實它 它都是一個很不透明的東西 那怎麼能夠令到這些東西 變得透明呢 都是入口很多的一個 我們要去解決的問題 嗯 那不如新光 請你呢 就是 剛才有一個問題 我看詞很傻的問題 什麼叫做人工智能 什麼時候開始影響我們的生活 你可以從一個入門的角度 來跟我們講解一下 其實早期的人工智能 我們都會叫它做專家系統 那就是它是模仿一個專家系統 專家通常會這樣看 然後我們使用了一個人工智能 去扮了一個專家 去幫你解答一些問題 比如它是一個專家的醫生 這樣的話 其實它就把很多醫生的 對體一樣東西的元素 擠進去的人工智能裏面 令到人工智能 我們叫做 rule base 就是人工智能 它感覺到 如果你是這樣 你就是這樣 如果你就是這樣 後來你會見到 人工智能慢慢演變 有一個派別 就是我們叫做神經網絡 那神經網絡那個人工智能 其實是模仿人類的神經的記憶 或者它為什麼會感覺到 碰到這個熱 就是 不是 看到一杯水摸下去 看到熱 下次再看到這杯水 它覺得它都會有熱 它就開始會記憶到 它不再去碰一杯白色的水 是吧 但是相反地 如果看到黑色的那杯水 可能會是可樂可樂 那我不會碰 那我怎麼用以往的經驗 慢慢去到 用一個 剛才的神經網絡 好像人類的記憶體 這樣去看 我應該是怎麼應付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太早 去給一些 rules 不需要教 它告訴你這些 rules 它是自己去學習到 人類以往的經驗 是這樣 它就是這樣 後來近期的 我們很多研究都開始看 機械人 或者人工智能 它看著人類怎麼做 它開始只要看著 它已經學到 它怎麼重複你做的 你這樣做 它這樣做 這樣的話 所以會看到整個人工智能 現時近期的偏向 全部都是以神經網絡的 一個做法為主的 如果你說 概括剛才由頭到尾 你就會看到 以前的人工智能 因為你知道 人工智能的英文 叫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其實就是仿人類的一個智能 仿到現在這個階段 其實就去了仿人類的底層 人的記憶體是怎樣 人類的怎樣去想 這些記憶體之間怎樣關聯起來 甚至乎前幾天 Tesla的老闆被人問 就說你覺得這個人機的接合 還有多少年 他說兩年左右 人機的接合就開始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機器 可以有一些東西 可以接入到人類的一個接口 所以我們的人類要推動那個電腦去想 回頭是不需要 可以在我們的神經網絡已經可以做到 這一類應該都是一個比較新的發展 所以你會看到 一路一路整個人工智能的發展 大概來說 是說你叫做弱人工智能 剛才我們開頭說 所有東西都要先說的 那些是弱人工智能的 那現在是進入到什麼呢 是中度人工智能 什麼叫強人工智能呢 或者叫做strong AI呢 strong AI的時候 應該叫做 有人叫做GAI 就是通用AI 就是你不用跟它說專項的 說金融就金融 什麼就不用的 它通了你的金融 其他東西 它都可以打通這種通用AI 就更像人類了 現時有些AI 只是向著某個方向 下棋就下棋 現在不是的 它什麼都可以的 大概 人工智能 那個 都經過三個階段 其實 那你說 現在是 如果慢慢做一個 強人工智能 有些人就會問 那將來 他會否取代了人類 那我們人就怎樣 強人工智能 如果大家去看 它一定是相對上 比較容易去取代人 是不是 因為以前 中度人工智能 到今天為止 其實它都不會說 可以通用 好像人類那樣 但是有些人就沒有這麼悲觀的 有些人的想法就是 就算是有強人工智能 都還有很多職業 是需要人的 input 人類怎樣想 各有各講法 甚至乎有些人已經開始進入 我剛好這次去北京看 營養師都已經是人工智能 就是說醫院不足夠人 去做一些營養師的工作 所以營養師是偏向於 很多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去解決 所以你會感覺到很多專業範疇的東西 反而是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 反而是一些要講到Human touch 多一點點的工作 可能就沒有那麼需要 人工智能 但是又好像不是這麼說 因為後來我又看到另一個項目 在做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 他們的解釋也很有趣 我們這樣講 他說現在新的人類的傾向 不喜歡見心理醫生 喜歡見機械人醫生 多一點的 他肯跟他說很多話 反而他對著他人的心理醫生 他有些話不想說 但是他以為那個機械人 就會沒有感情 然後說完他不知道他是誰 其實他會記得他是誰 那機械人當然會記得你是誰 但是現在來說發展得很快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都追不到 或者在我們日常生活裏面 AI是怎樣影響到我們呢 就是一些簡單的例子 其實你剛才用我說那個 你搭電梯的想法你就知道了 其實你今天都未必有些東西 你未必知道其實它是人工智能控制的 很簡單 剛才我搭車來那個軟件 其實他都已經用了很多人工智能 我昨天我又說給你聽大開眼界 就是我在國內搭滴滴的時候 我由酒店搭車去潘家園 他已經進步地告訴我 在這個時間去到潘家園 有60%的人偏向於是在那個門口進去的 其實這個香港的軟件已經 這個香港的軟件已經 他已經幫你計算了 在那個時間應該是在北一 在北邊第一個入口那裡 是最方便的 人最少的了 這個就是教往日 不斷在那裡收集到數據 然後用那個算力算出來 沒錯 這個是用數據去到記錄了很多東西 然後用這個去到做原材料去計出最好的可能是什麼 我們香港現在是到一個什麼地步 我們catch up 就是我們可能是屬於 我們不說人工智能先 我們說數字化 香港叫做數碼化 我相信香港的數碼化是向這個方向走 和國內有些差距的 我相信大概有 至少有兩年左右 保守 應該是樂觀 兩年左右 因為很簡單 大部分的數字化 每一個地方 通常都是由政府先走 就是說 政府的數碼化 或者數字化 通常是先走進步 然後由他去拉動整個大的企業 由大企業拉動之後 再拉動中小企 但是這樣說 個人就很有趣 個人的拉動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年輕的很快被他拉進去 然後年紀大一點的 就會遲些才能進去 所以你可以從兩個方向去看 就是說我們香港 如果問我今天香港 還有幾 就是還要catch up 了幾多 我相信 我們當看到政府是大量的去數字化 他對我們市民的服務大量的開始 開始智能化的時候 應該就會開始追到了 現在開始就是說 政府都鼓吹這個數字經濟 接著呢 這陣子經常都看到 政府有些廣告就是說 自方便啊 用啊 你方便很多的 但是 但是 似乎是 我們不是完全都是 大家說 我現在投入了 很大量去用 嗯 這個呢 其實還有一個 比較特別一點的東西 嗯 這樣說 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 將一些東西去到數字化 成不成功呢 其實都好看我們 將做那樣東西的時候 做得好不好 就是說呢 你會發覺呢 當一些數字化的一些東西做得不好 它會退回後都可以的 就是 我想你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有時候 你事與言為 你很想將那些數字化 不過你做得不好 那結果呢 大家就會開始 就會冷感了 就會覺得 唉 都不要用那些東西了 都不要用的 然後呢 下次你再補充它用的時候 它沒有以前原本那麼容易的 特別是 當你推一件東西出來 說新的 這個方便你很多 那結果呢 就搞到優惠好 然後呢 就用人手再做 然後排隊排很久 然後要延長一些時間 來做整個事情 那我就不相信了 我對企業的顧問做得多 所以呢 我用企業來講 市民我真的不太知道 很多公司當數碼化的時候 他第一次不成功 第二次再做的時候 其實員工都有冷感的 員工都不想陪你玩 就是說呢 到你第三次再失敗的時候 那些員工就走了 發覺搞錯了 就是你引來我不方便 你明白嗎 我原本用那些工具 以前都用得挺好的 你突然說科技化了之後 反而不是增加我的方便性 反而令到我做多了東西呢 其實員工會開始冷感的 整個數字化的進程 反而會跌了都可以的 那你將這件事反回來 就是一個城市裏面 其實有些相同的 就是你第二次再叫人用的時候 就沒有第一次這麼容易的 所以最好就是要比較ready一些 比較穩陣一些 當然了 另一件事我想說 今天的AI人工智能 我又是說這件事想跟大家說 它裏面是存在很大量的 我們所謂叫做人機交互 UI的東西來的 那樣東西其實是要很用心的 怎樣能夠令到機器很智能不過 如果它serve我們人類 我們人類都覺得很爽 人類都覺得很好用 那你會去用它 那這一步其實是一門很高學問來的 好像似乎你覺得 沒有人工智能這麼高級吧 我不覺得 我覺得科技做出來 要令到人類覺得好用 本身上那裡要很用心 而且都是一門很重要學問來的 事實上是很多時候 以前我們打電話去問的 你叫它按一次按二次按三次按四次 你就會覺得很煩 那當然沒有 因為設計那個人自己沒有按過 那就是第一 第二現在很多時候 譬如說去尋找一些服務 叫你上網去尋找 但有時候網絡不順 你整體都搞不到 你下次又覺得很煩 還是不要搞 譬如說年輕人就很煩 上年幾的朋友 因為以前的經驗不是這樣 他又會覺得很煩 那到底我們現在 面對現在全世界 都是會用這個人工智能的時候 那我們怎樣可以準備好自己 或者政府要做多些什麼 認到大家都會覺得要用好這個 阿May姐你剛剛說了兩件事 剛才 但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早期 尤其是大家有個個 好像我這樣 有一點資深的經歷的年紀 其實整個互聯網的發展 是屬於整個數字化的一部份 早期的互聯網 之所以有很多人不用 就是因為 慢 所以你剛剛剛才的講那句 慢 就是我們做這個科技的慢惡之獸 當你沒那個掉 baj 而且還蠻弱的 尤其很多都是可以設計的 但很多人就投訴 萬很多我出答 我打完字 問完東西之後 一旦就彈出來 人們就說我還是去回四了 其實你會看到 剛才我說的關鍵 科技的發展雖然好像很高級 但是有兩件事要注意的 一件事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speed speed用的不好 穩定性 是不是 穩定性 另一件事就是 剛才你差不多想說 就是可解釋性 你叫我用 那你都要有些話給我聽 其實我預期些什麼 那是一個素養問題 但也都是設計者如何 令到那樣東西設計出來 是令到對方感覺到 沒有什麼需要學 大家剛剛開始用 我不是想和他宣傳A字頭的手機 是二個另一款手機的初頭 因為很多裡面的interface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很自然地用 今天就開始不是了 你按到A字頭的手機 現在越來越難用 因為功能太多之後 你會發覺我也找不到怎樣用那部手機 對 這個就是差距 科技高了之後 功能多了之後 但又如何令到那件東西 都會變得簡單容易解釋 好用 其實所有科技都是一個工具 如果工具過於複雜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想用 所以我們人類都不用怕 你現在人工智能慢慢發展得這麼好 會不會取代人類 因為始終都要用人腦去處理 所以很多人說怕的 怕的不是怕輸那個機器 是怕被另一個 被人類用那個機器輸了給 就是說你有一個對手 那個對手懂得用 這個東西比你厲害很多的 或者他有這樣的算力資源 這件事特別近來講得多 沒有算力的地方 將來一定會輸給有算力的地方 因為差不多所有我們今天看到的東西 都是靠算力來的 所以我們輸給那個 就是有資源多過我們的人類 就不是輸給那個機器 那部機器的背後 其實是有人類控制著它 但是現在全世界來說 就是說你先發展 然後你有多一點的資源 你剛才說到算力 就是說我們現在都看到 香港特區政府都說 我們這裡做個超算中心 那到底我們是不是真的可以發展得很好 超算中心的未來的功能又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很 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我就覺得這樣 沒有一定不行的 但是你是怕過量而已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我們經常講超算中心 其實它裡面那些晶片 或者它們超算的電腦 是會過期的 是吧 通常我們的周期 都是說兩年半左右 有一個周期而已 所以說如果你買得太大量 又不行 因為很快又要換了 那又要付錢了 一億了就是廠商而已 但是如果你沒有 沒有算力怎麼做呢 所以那個平衡點不是說 零還是一 我們要不要有呢 不是要不要有 我們要有多少呢 我們算不算到自己要有多少呢 還有我們的pocket夠不夠深 去到令到我可以做到那麼多呢 就是這個我想 每一個地方都需要有算力的了 不過就是 但是很多時候就是 能不能夠把算力成個 我們叫算力網 這件事才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說 整個國家 現在國家數據局 其實它就是在做算網 就是說 你上海不夠 上海不夠 你會用西安那個 那整個算力的網絡 就可以共用到 那我想那個反而是重要的 但是每一個地方 自己都需要有自己的算力 這個是是的 但是我只不過是想提到的 不是零與一的關係 好了 你講到算力了 譬如我說是 上海不夠 它可以去世安或者雲南 那香港呢 香港到底我們是現在自己做自己 還是我們都是要融合了 整個大灣區或者國家 然後我們夾在一起 我們現在面對的不是 香港與上海 要全世界如何去競爭 什麼意思 這個大問題 是的 這個問題 大數據專家 給我們解釋 算力網 人才網 資源網 全部都有 因為我們剛才說 我們今天大家在算的東西 就是靠數據 是不是 但是數據是不是聯網呢 算力連網數據 不聯網都沒有用的 好了 接著人才那方面 如果我們不能夠整合到的 也是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不是一個單一問題來的 就是我拿了所有算力 全世界最多的算力了 但是如果我沒有 我們叫預料 近來就是AI很喜歡說預料的 這些預料不夠 那你都可能會做不到你想做的事情 你有算力 你沒有數據 其實是做不到的 因為等於你 我要用人工資能 我用一個 我批它 我擺問題給它 等它給我答案 其實它都要在它自己的數據庫裏面 去找尋那些答案 告訴你 就是如果它的數據庫不夠數據呢 那就等於你很多時候都說了 你跪了垃圾給它 它就噴了垃圾給你 是的 或者你的數據本身上是有bias的 就是說 那個數據本身上有偏差的 那出來的東西就是偏差了 但是我們有一個叫做什麼法則呢 叫做大數法則 就是說當我們有大量的數據拿了 我們自然會減低它的噪音 但是要大度減低噪音 那個數據就要很龐大 才可以減低噪音 這個是大數據的其中一個法則 那我有什麼辦法可以拿到多一些的數據呢 以於數據是精確的 是準確的 是的 美姐你問的問題其實都挺難回答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呢 數據是不會自然無端端會 由一個地方去到的地方 它一定有一個商業原因 是不是 簡單來說它一定有一個商業理由的 沒有商業理由的數據 是不會由一個地方去到另一個地方的 所以就會看一下 我們怎麼經常都說 香港希望可以成為一個國際數據樞納呢 就是說如果香港是一個國際數據樞納 它自然的數據就要在這些地方去經過 就會因為要做生意 因為要做研究才會有數據的流通 而這個研究一定是有利益的 是不是 而這個利益呢 是令到它會希望 在一個最合理 合規最便宜 所有的成本都是相對比較有效率的地方出現 就是等於我們剛才說的 這個醫療的研究 生物科技的研發 其實這裏都是有商業的利益的 是的 比如我說做藥藥廠這樣 但是香港有它的獨特的優勢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因為始終我們現在就是這個中西文化交流中心 我們香港相對就是我們所有的資訊是流通的 在香港你可以知道世界上很多地方發生什麼事 也都可以有很多全世界的資料 是在香港有的 也都我們知道國家裏面有些情況 我們都比西方更了解多些 那麼我們這個優勢可不可以成為我們 我們現在今天就說 我們經濟啊 通關啊 都追不到社會很差 那未來有沒有一個希望在這裏 肯定的 如果不是我們不坐在這裏講這個 topic 就是說 不過是這樣說 就是現在我們香港還沒有足夠去數字化 所以因此我們都需要有這樣的基礎能力之後 我們就要向著 我們繼續是一個 經常都說的超級聯繫人 其實所謂超級聯繫人 就是說我又知道demand 國際上的demand 我又知道國際上的supply 因此我將它們撮合 撮合在這個地方裏面 然後這個地方能夠成為是有利的 做人工智能啊 大數據啊這個地方 那麼這幾樣東西的撮合 其實就說很簡單 其實就是我們背靠祖國 所以有這麼多資源 然後我們能不能幫助這些資源 可以match到去一些 國際的一些項目裏面 然後在香港這裏發生 有很多朋友都會再問 其實人工智能 最早怎樣開始出來 怎樣進入了大家要討論 然後到現在今時今日 大家覺得可以幫助到我們很多生活呢 我都知道你準備了很多的資料 和我們分集一下 我選擇 因為其實呢 阿May剛剛說 我想今天那個講座已經講完了 不過我講我自己準備的東西給大家看 就是說呢 其實會看到這二百年來呢 整個科技的發展 有很多都是跟訊息相關的 如果今天呢 大家也是好像我那樣資深 所以資深就是年紀比較資深 你年輕過我 就會發覺我們之前有一件事叫做電報 是不是 電報出現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都覺得它已經很偉大了 因為它訊息的傳輸過海 都是幾秒鐘而已 不過很貴啊 好像好像五十塊一粒池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 那時候打 不要再後期一點 打了一個長途電話 一分鐘都白白聲 但是電報是很經典的 就是電報的出現呢 在科技 在訊息的科技裡面很關鍵 但是由電報呢 其實在一七幾年開始 到了今天你會發覺 整個訊息的速度 的傳輸 其實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改變 另外就是訊息的使用度 也都是出現了很大的改變 因此這張圖 其實想解釋給大家聽 近這十年 我們做了以往二百年沒有做的事情 所以整個訊息的速度的使用 包括剛才說數據驅動的AI 你會發覺 其實這件事情 有幾樣東西去促使它 第一個就是個人電腦 第二個就是儲存的東西 待會有幾張圖 會給大家看 就是它的變化都很大 當然人工智能的開始 就由這位人兄開始 人工智能和計算科技之父 就是圖靈 大家聽到圖靈獎 大家聽到圖靈獎 其實圖靈獎 差不多是我們這個界別的諾貝爾獎 誰拿了 大家都記得 他就是什麼什麼之父 但是真正的起點 就由這位先生開始 但是這位先生 其實跟第二次世界戰 是很密切的關係 大家知不知 有沒有聽聞他 這個先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戰 當英國和德國打仗的時候 他是一個解密之父 他是讀密碼學的 所以當時的傳書 就快 不過很容易被人破解 這位先生就破解了很多關於德軍 打仗的時候的一些資料 我不講一些題外話 我跟中學生就會多講一些題外話 為什麼 不過我多講一些 就是他們每次聽說 可能是笑話來的 德軍的電報傳出去的時候 總是美後加了他叫做 偉大的希特拉 所以美後那幾個字 他每次怎麼轉密碼 對於他美後那幾個字 幫了別人解密的時候 知道他美後那幾個字是相同的 只要靠他就可以轉換密碼了 那他偉大之處就可能是說 在英國這場仗裡面很重要 但是同時間 陶寧也是第一個 將邏輯與數據分開 就會出現了一部機器 就是你們現在看到上面 0101那部機器 就是他初頭用紙條的方式 去處理一些邏輯 和一些信息的關係 那由這裡開始 就去到一個叫做達特謀斯的會議 這個會議很重要的 就是說其實幾個人都見到 現在我想這張圖片比較小 就是看到幾個人 包括香龍 就是信息論的 開始去到那個年代 大家知道有信息和雜音的關係 那我不詳細說 但是裡面也有電腦之負 其實你會看到這一圖 我想解答 剛才美姐所說的道理就是 沒有算力 那你單是有人工智能的想法 都沒有用的 所以就有了這個算力 或者人工智能和普 再加上普及化 後來多了個人電腦的時候 你看到剛才這張圖的發展 就快了很多 後面很密集的 當有computer 這個地方 personal computer 甚至乎我們今天的手機 其實就是一個small computer 在這個地方裡面 人人都有算力 人人都可以拿到的算法及數據 所以到GPT這個階段 其實我們已經進入到 是人人都可以有算力的階段 人都可以簡單地拿到算力 人都可以簡單地拿到最高的AI的能力 差在我們是怎麼用的 好了 但是說回後來有一個新的 你有沒有知道這張圖裡面 那個好像我們吃飯的桌子前面那個 那個轉盤 那麼大的轉盤的hard disk 你知不知道那裡是裝了多少毫升 5毫升 你今天拿著一張 大家拿著那個 那個手指仔 是不是 有些已經上了T 這張這樣才是5毫升 所以當時 你想一下 在這個時間 在1966年的時候 我們都是被什麼 被儲存所規範 你想儲存這麼多東西 不行的 我不要說 好像我到我1980年代尾的時候 自己有電腦 我很開心第一次拿著 30MB的牛龜 那麼大的東西 我已經覺得我可以玩很多東西 用這個hard disk來 今天你們現在的 我現在這部機器那些 分分鐘都是多少T 已經不是在說 所以 儲存量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件事後來都做了大數據 這裡不說了 整個AI 第一個階段 由逃靈開始 是1950幾年的 第二次開始 是1973年代 為什麼會失敗呢 是因為追不上 就是說 AI的想法和算力 是追不上 到了1973年再失敗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點點是因為 錢追不上 就是國家 突然間會停了一個項目 不給類似的AI去上 直到後來 應該大家開始會看到 剛才我講的 Expert System in AI 也是另一個範疇 這個牛龜 就比較像我用過那種了 但是這個好像就差一點 他這樣看下去好像都是30MB而已 好了 跟著其實最經典的就是 當電腦捉贏 深藍的IBM電腦捉贏了 世界的 這個不是 這個是象棋大師 的時候 大家開始驚醒了 原來算力 加上AI可以贏到 人類最高級的人 當然後來到了 到我已經在阿里做的時候 就是贏了李細石 就是說人家認為是世界上最難捉的一種 一種維棋 就贏到 這個時候就是正正剛才 我們叫做深度學習了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人工智能裏面的 所謂的神經網絡 這套東西就是完全是用神經網絡去做 驚醒了所有的人 這個時間其實是10年 2014年 也是大數據走了4年左右 大數據大概是09年開始 就是說大數據結合了這一套的深度學習 或者我們叫做machine learning 就起動到今天為止 如果你說歷史 其實2014年就是一年驚動世界 深度學習原來可以去到這樣的一年 跟著下去就很多很多的比賽 其實都向著這個方向去開始 所以呢 如果這個年份大家就會感覺到 其實從2014年開始 剛剛行了10年了 整個人工智能就一直走 上一次最驚喜的應該是兩年前吧 大概 GPG出現了 大家看到其實它都是突然間斷 就是突然間一個上升 突然間一個上升 並不是說慢慢來的 突然間一個GPG出現 驚喜了所有人 原來可以用GPG這種方式 當然題外話想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在年多前 遇到很多關於GPG的一些所謂想學習 寫GPG的人 他們同一個問答 就是同一個答案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學會了這麼多東西 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用神經網絡去多幾層 你知道神經網絡可以有很多層 就是好像我們的腦部 大概是這樣說 就是現時來講 我們的神經網絡去到的節點 應該說 電腦去到人工的節點 和人的距離還有很大距離 就是我們現在的腦裏面 那個神經網絡的層面 但是他們已經將一層一層 踏踏踏踏踏到很多層的時候 就發覺為什麼電腦開始有意識了 就是開始理解到一些 我們之前認為電腦是不可以理解的東西 而出現了今天這個 我們所謂的叫做AGIC AIGC 現在都還在進行的 有時候我跟科技的朋友說 就說不要跟他那麼貼 因為三個月前都沒有出現一個新方向 近來又出現另一個方向 就是在AIGC裡面 差不多你看到AIGC的革命 是三個月來一次 三個月來一次 如果企業金得貼的話 你會發現他們會投資到上一輪那個 然後下一輪那個出來的時候 原來下一輪是新的 另一組的可能性 這個題外話 我今天不是說企業怎樣用那些AI 不過我是想說 現時的AI速度 真的是跌加得很厲害的 我們都可以講講 用回剛才第一張我講的那張圖 全世界現在出現的 其實都是一個科技的跌加來的 就是說 沒有一筆可的 就是說 當個電池有進步 當個信息也有進步 當個速度也有進步 沒有一個東西進步 去到我們今天 我們可以說 不知道是黃金十年還是哪一十年 總之2020年 2020年至2020年之間 所有的東西都出現 我們又叫做這件事 叫做科技的奇點 開始發生 這個奇點發生的時候 令到我們有很多的東西 以前覺得不行 突然間變成可以 跟著那十年 到底會是怎樣呢 有很多人都會predict 它應該將會 一個強人工智能的年代 強人工智能的年代 就開始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 那條路徑 是怎樣走 但是當然 OpenAI的老闆 就做了一件很大的創舉 就是買了這個世界很多的晶片 他認為誰拿了算力最高的 最多的那個人 就會是Darvina 但是當然我們 有些人就會有個懷疑 就是說其實可能商業的應用 追不上今天的AI 還是追不上今天的AI的成本 其實我也有這個問題 你剛才說三個月已經很快 其實商業機構很難這樣追 因為你會有些新的的時候 你說我現在是投資了下去 但是三個月又不同了 那你又投資下去呢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你剛才說不要跟車太貼 但是要距離多遠才是安全標準呢 那這個真的沒有答案的 就是說你跟到什麼叫做太貼 但是裏面一定有一樣東西可以說的 就是你成本不夠 我說回我自己 以前做大數據的時候 都是一樣的 你可以將你公司裏面的所有數據都不delete 是吧 都要都留下它 不過呢 你就會發現 儲存的成本已經過了 你本身上可以將它賺錢的可能性了 然後老實就自然會找你 告訴你 就差不多了 delete 不是啊 如果aggressive這個老實就逼你賺錢 你賺不到錢你就要走 就是換人 換一個鑑識會賺錢的人 但是這樣有一個不好處 這樣的話就會變成 真的為賺錢 完全是為賺錢的方向走的 就是對於這個sustainable world 可能會出現一個問題 當然另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近來都很喜歡講ESG的嘛 是不是 你知不知道呢 其實最貴的是電力 除了粒chip之外 很多人說呢 用AI人工智能的晶片呢 那個是熱過普通的電腦很多的 所以因此呢 它的消耗電力也高過普通的電腦很多 聽說是大概三倍左右 但是你現在超算中心都要用很多電 是啊 所以其實你說 是不是那些電不是green呢 是不是 其實那些電一定很多都不是green 一定是green 當然有些地方可以green的 貴州就可以了 南貴州 是的 因為它有一個大的水力 當然不是人人都有的 但是anyway我想說 電力的使用 一定是令到將來的船力 是沒有那麼容易green 那怎麼辦呢 我們要發展 香港要發展 我們說要做超算中心 我們有一個優勢就是 我們可以得到很多 世界上很多數據 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資訊 相對很多地方 都是非常流通的一個地方 那數據你有了 但是你的那個算力 還有我們真的要用很多電 超算中心 其實是貴的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用這麼貴呢 說回個大問題先 小問題是一個policy來的 那我又不是做policy的人 就是 大問題就是說 每一次的科技的發生 我們都曾經見過 或者每次都是這個循環的了 就是科技的發生 快過商業的轉化 因此就會上了一輪之後 突然間要跌一輪的 跌下去一點點 就回到商業節奏之後 在第二波的時候 他會上得比較好一點 很少說一個科技的發生 砰一輪出來之後 接著那個科技直上就不下了 通常都會遇到真真正正的阻力 其實是類似 沒有人給錢 那你不斷發明一些更加厲害的晶片 更加快的晶片 但是商業的社會支持不住 他終於都會有一個落下來 然後就回那個商業的需要 或者人類的需要 然後重新再起步 他始終有一條wave 上兩次的人工智能 其實呢 有部分 因為科技的發展 但也都有部分 因為的確是沒有支持到 你用這麼多錢 你用這麼多超全中心之後 結果商業未必可以需要這麼大量的東西 這個是大環境 我想說是要平衡來的 這個平衡永遠都是好像那個 遙遙板 你要慢慢找到平衡出來的 好了 但是講到香港了 你不講大方向 你講自己的話 那你就要說其實我們這個社會 是不是有足夠的demand 是去需求一個智能的科技 如果有的話 那麼他這個科技是令到我們 究竟是賺多些錢呢 還是令到我們更有效率呢 這兩條路都是不同的 譬如說我們說 其實他能夠我們省錢 那省錢容易搞的 那就是說 如果我們這樣做法 我們會省錢很多 那你容易接受 但是如果你說呢 我們這樣做呢 其實能夠賺到更多將來的錢 那這個就抽象很多了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將來會怎樣 大家都要猜的 那每個城市 每個地方都要猜的 新加坡要猜 我們都要猜的 我們經常都說 這些都是屬於一個 你看看你有多少菜 有多少材料炒多少菜 都是一個競爭 還有還有一個賭博 是不是 因為科技的發展 是沒有人知道 它真正正正最後會怎樣 你始終都要有一點點去 覺得我們可能要試三樣東西 可能其中有一樣東西是可以的 就夠了 那這個就很大膽 這個又要 就是又要 真的大膽 真的大膽 很多企業呢 我以前的公司 譬如阿里 都是這樣的 所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很大膽 每年要做幾個break through 那擺明大膽的東西 就是說 有三件東西 可能有一件可以 有兩件不行 但是我們願意博 願意去做 那時候創新科技都是這樣的 是 創新科技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 但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是不能不向著這個方向走 是啊 所以我們就要 我覺得上一次 我們開始想 web3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是對的 你是要向那個方向去博 和我們自己本身有那個根基去做 所以我們是可以這樣想的 譬如你前身到醫療科技 其他的東西 我們都可以相同地去想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根基 有沒有這樣的底子 去做一件這樣的事 然後我們有沒有這樣的錢 去博一個新的方向回來 幫香港看一個未來的方向 因為今天的方向我們都知道 已經很多年了 金融中心 或者自由貿易中心 所以我想說兩個方向 一個是已經是金融中心 已經是貿易中心 科技如何能夠幫到他們走得這麼快 第二個是 如果沒有那種中心 我們其實覺得自己未來會是什麼 會不會是一個知識產權的中心 會不會是一個數據的交易中心 會不會是什麼 這些就是屬於沒有的東西 沒有中心有的 你沒有的東西 你要想出來 所以兩個方向不同 你就算科技用在這兩個方向的時候 我相信它的著力怎樣都不同 但是我們肯定就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你再加上用這個創新科技 或者我們說的人工智能也好 數字化也好 其實都是可以再令到我們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強 都是配合發展 剛才另外提到的是 到底這個知識產權交易 我們可不可以做呢 其實我覺得我們是可以做的 因為知識產權 大家都知道要尊重它 而我們香港其實呢 也都是開始已經有很多 就是專利啊 註冊啊 各樣 也都我們那個法制啊 或者是面向西方國家 也都是看回國家來說 其實我們有我們的優勢 但是都是需要有很多的科技素智 國養去配合幫忙 可以嗎 可以 但是其實你可以用概決說 就是剛才你所說的東西是邏輯上合理 是不是 但是行動上追不追得上 我現在想問我們行動上追得上 行動上追得上裡面的其中一項 就是你的科技能力 是不是 你的科技能力的行動 可不可以配合到這些東西 包括你的IT啦 包括你的AI啦 這個是一個行動問題 但是呢 剛才講的那樣是一個邏輯合不合理 那你剛才講的那些全部都是邏輯合理 那邏輯合理之後 我們就說 那個資源等下去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路徑呢 我們國內經常都喜歡講這個 路線圖 是不是 是啊 大家都知道你說的那樣是對的 給個路線圖來看 那這個路線圖都合理的時候 你覺得 嗯 值得搏啊 就好像剛剛批了那個沙田那個T 那條T3的公路 那條T4公路 那你都是這樣而已 都是合理的沙田是要這樣 不過你要講一條路徑我聽 為什麼你要這樣做 下一步你會怎麼做 這樣做了有什麼好處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應該政府比我厲害了 是不是 所以你怎樣去齊出 不是 各國會都有議員不滿意的 對 沒關係 這個世界沒有所有人都會滿意的 但是剛才所講的就是 合理地有這樣的東西 我們要行動化了 行動化之後我們有一步一步去 去響這個走 只不過是科技這件事 多了的事情就是變數大 就是科技變數本身上都是大的 那如果我們在香港真的要走這條路 我們可以怎樣做 然後配合到呢 就是現在政府就要講 有這個超線中心啦 還有這個微電子啦 我們現在也開始想 chips 大家都想外 但是我們這些科技不夠 美國的chips 那麼高 美國又說我不喜歡 輸出去你中國 美姐 你講這件事呢 因為我自己在國內整個很多年 令我覺得在香港建立的企業 和國內的企業 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政府都是這樣 就是我們國內很喜歡 國內好來很喜歡講今天爆炸的 所以香港怎樣呢 因爲在一個 少跑的 但是既有出 Почему 但是既有小 cambi的走 街上也是有一個 總體規劃的這個方式 非常重要的 你不是去想很久 你要做一邊做邊想 因為那件事情 你在邊做着的時候 還是變化得樣的 如果你想著想到最後 你會想著很久 你會發覺你一直在想著在變 所以結果你都是沒有做 三年後你都在想 所以就變成小步快跑這種形式 很適合今天的科技環境變化得這麼大 尤其是科技項目 就更加需要邊走就邊走 但是裏面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我就發覺很多企業沒有 我不敢說政府 很多企業沒有的 它沒有review的 當日走了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走了很久 走錯了它繼續走錯 因為小步快跑是預了錯的 預了錯 你就要早一點 很快就知道這個錯 立刻轉右 立刻轉左 但是這種機制 往往是一個比較大的機構 是比較難有的 是比較難鼓勵也比較難有的 政府是一個大機構來的 所以因此政府很多時候 都會在小步快跑裏面 很難去行動 但是所以回答美姐的說法就是 現在的政府可能要改變一種方式 就是其實它都要小步快跑 但是怎樣鼓勵小步快跑呢 怎樣去容許它這樣做呢 不會說這樣又要回去立法會 然後又要再回來 剛剛你想到那個方向 都可能被人做了 或者剛剛想到那個方向 又已經出現變化了 那你又怕另一件事了 然後又再研究一次 很多時候會失去了很多機會 是這樣 但是我就說 所以概括剛才你的說法就是 可能是那個行動機制 和究竟每一個地方要做些什麼 那個機制有些不同了 所以其實是需要認識那個變化 又要懂得認變 然後自己願意及變 然後才配合現在未來的世界發展 但是講到這個科技的發展 有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有沒有這個道德倫理 我們都要關注呢 這個是很重要的 而你懂得用科技 你是用來騙人的 你搞了很多人工智能 就是騙錢的 所以 我們怎樣去應對 我們怎樣認識到 不要被人騙呢 都是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什麼時間了 有 有嗎 有的話我繼續講一點 其實我今天想講的 topic 很多都是想講 Technology and Ethics 其實大家看到第一件事情 全世界 這裡有多少人是左手的 有沒有人 沒有 這裡沒有了 沒有人舉手 通常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左右 還有一個朋友舉手 12%左右 但是你會看到 不知道為什麼西方的左右 是多於亞洲的 其實我很多人的研究 有說其實不是因為我們 我們真的 亞洲區少了很多左右 是因為我們亞洲區的culture 令到我們 不是那麼容許左右 那為什麼我無端端說 ethics會說到左右 是因為 大家會看到 歐洲那個年代 其實曾經對左右 是有歧視的 很簡單 我們今天的汽車設計 其實都不是為左右而設的 我沒有聽過有沒有人 有左右的吉他 現在是有的 很多年前是沒有左右的吉他 現在是有左右的吉他 有些樂器 是沒有左右的吉他 所以工具的設計 本身上就是歧視左右 直到後來我們慢慢的演變 現在才有很多東西 所以我想說 那個科技的倫理的歧視 其實有時候不是那麼顯然意見 但是我們走回頭 你會用左腰作為一個例子 你就會看到 其實我們是不左腰friendly的 包括 到科技的今天 我們的摸屎是給右腰用的 不是給左腰的 如果用左腰用摸屎 你會發覺很麻煩的 還有scroll bar 都是在右邊的 是設計給用右手的人 而用的 左手人如果用scroll bar 其實是麻煩一點的 如果這樣拿著 你看著 scroll bar在這邊 其實根據UI來說 左邊做的scroll bar 對左右是容易一點的 但是不會的 網站是偏向於大部分的人 大部分人 即是那88%的人 那12%的人是少的 但是亞洲區和世界其他地方 可能會有很大的差距 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 其實18世紀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破壞機器運動 當時已經有 剛才Mai姐所說 他們不能搞了 那些機器再出現的時候 今天我們都 我們又在說一樣 就是說 現在那個機器 就不是以前見到的那種機器 講回頭 我們發覺在18 工業時代的時候 左右是突然間 是竟然不加 是減了 大家應該現在 我剛才講完 應該知道為什麼了 是因為工業革命的時候 的機器大部分都是右手的 那令到很多左手的人 就廢了這隻左手 就是 明明是左右都會擁有 所以突然間 那個統計 裡面有一段時間 是一個屬於左右的黑暗時間 向下走了 跟著之後去到今天 六幾七幾年的時候 才慢慢上回來 這個是一個文明的 我想說 今天為什麼我用這個 來表現 技術的技術 因為我們可能有很多人 今天是不公平地對待 只不過不是左右邀那麼簡單 可能是因為我 我爸跟我說什麼 他說我現在用不到這些電腦 為什麼呢 我手完全是完全不能夠 拔不著 手指不上 也沒什麼 或者對著那個手機手震震 甚至大家有沒有發覺手指比較涼一點的人 放進屏幕裡 那個屏幕竟然會沒有什麼反應的 Anyway 想告訴大家 其實那個技術的ethical其實很重要 我給大家一點點 大家最早期有一件事叫做法蘭肯斯坦綜合症 這個其實就是科學怪人 就是一個開始有人製造一些所謂的人類 是令到大家會覺得 令到大家會做一些人類覺得它是超人的一些人出來 這個故事其實是很悲傷的 因為拍過電影 因為這個故事後來講了製造這個科學怪人 跟他製造那個主人問他 我不可以有女朋友 然後那個主人說不行 然後很傷心殺了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綜合症 這裏就是講的是我們人類製造一個給自己超班高很多的人 什麼時候 我們在控制著那個人 但是那人開始有感情 我们很担心 接着iRobot也是拍了一个电影 但是它里面有三条定律 很有趣的 这三条定律 今天有很多AI的人 这本是小说来的 但是很多AI的人 当讲到AI伦理 都会讲这条叫做机械人三定律 机械人不可以伤害人类的个体 不可以目睹人类遭到危险的时候 插不插 不管 第二 机械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这个命令第一定律是冲突例外 第三 就是机械人不可以违反第一第二之下 尽量保护自己 OK 这是机械人三定律 这些东西的开展 其实当时都没有这样的科技 是那个小说家幻想出来的东西 但他幻想的担心点 我想大家听起来都会感同身受的 其实你把它反过来想就行了 他在说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今天人类都是担心的 这个东西 就是机械人会不会伤害我们 会不会不听他们说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去到后期还有一个理论 叫Cybernetics Cybernetics又叫做控制论 其实我刚才跟大家讲 Leap的故事就是由控制论来的 就是说信息和控制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可以帮助到我们更理解一个 AI或者算法 我们怎样可以做到这个 反显的关系和互相学习 刚才我用长话短说 说回的 Leap的故事就是想说 你如果要用一个 较为复杂的AI系统的时候 其实我相对上要求 这个AI系统给一些信号 你会看到我 Leap去到第15楼 我现在在等着 跟着13、12停在我 我就知道12应该有人进 这些信息 其实是否能够配合 我对怎样用这个机器的理解呢 这套Cybernetics 现时也是其中一个主流来的 研究AI里面 不过 大家如果对科技伦理 如果你是有少少接触的话 你会发觉 其实有两套人马 科技伦理的其中一套人马 通常是独切学的 是以伦理学为主的 另一套人马 就是AI的人 Cybernetics很明显就是 AI那一套的人 就说 其实不是在说伦理 是在说你们不够信息 是在说我 有没有叫你stop 你就stop 就算有个机械 我走过很有趣的 我就停 真的停 然后走过来 真的走过来 就是我需要 我对它有一个 可以控制到的 所以为什麽叫做 Cybernetics 其中一个 翻译的一个控制论 那我其实想说 这些东西给大家听 其实都是想说给大家听 就是大家对 这件事是慢慢注意的 不过未成为一个 很成熟的体系 就是如何我们可以帮助大家 有一个新的理论 如何接受AI 如何去运用AI 如何去运用AI 那这件事永远都是自候的 因为有问题 那我们就有解释 问题未出来 很难跳出解释 如果不是 大家就像这两位科学家 因为 这个很特意的 这个科学怪人 是将一些不同的死尸 放在一起 电源 他就突然间出现了 这个 那当然今天的科学 会复杂的 没有可能会发生的 所以他在想的事情 未必是我们今天 会发生的事情 那我 我还有多少时间 你还有25分钟 那所以在这里 我想说回 其实我们整件事情 刚才你看到 你有几件很重要 我自己 尤其是我是做数据的 我们有比以前更多的数据 2023年和2022年 我们差不多现在说 每一年 我都会比上一年 double的了 就是我们的数据 不过这个都不是一个 最关键的重点 最关键的重点是 我们最近开始发觉 我们很喜欢Synthetic Data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 之前 我们手上拿的 很多都是View Data 是真的数据 不是Synthetic 我们慢慢开始 会出现很多Synthetic Data 什么叫Synthetic Data 什么叫Synthetic Data 机器都是人 机器产生的 不是人产生的 我们为了要去 知道某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一些数据出来 帮我们做Training 但是这些Training不是自然来的 这些是Synthetic来的 那很简单就是 如果你今天 多了很多自动开的车 这些自动车 不是我们人控制的 这些自动车 在街上不停开 我们拿到的数据 其实很多是 机器自己产生出来的 就不是一个人 产生出来的 都可以是类似Synthetic 另一种就是 比如说 在医学里面 我们会发觉 有很多蛋白质 都是对抗癌症 有关系的 所以因此 我们将蛋白质的关系 是怎样呢 我们将它承大了 就是说 将它变成了很多 未发生过 我们承大了 将它变成了 我们可以拿去研究 但它不是真实发生的 但它对我们去理解 这个世界会有帮助 其实 今天最容易解释的Synthetic 我自己觉得就是 GBT 你无端端叫它 写封辞迹信 跟着就说 我现在是这样 其实你可以作的 我是劉德华 我现在要写封辞迹信 就被特首 那我怎样 那它真的承大了 那是Synthetic 那不是真的发生的 这类型的Data 将会越来越多 因为它是Synthetic 产生 但是这件事情 对我们的Future AI 也会有很大的 争议或者出现 包括刚才May姐所说的 我模仿特首 说一些东西 Synthetic 你将那样东西 放在这个Data里面 对整个Data 未来的Machine Readable Data的Challenge 将会越来越大 对社会的影响 也都会越来越大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很多现时有些国内的电台 其实已经用人工智能去写稿了 记者已经在用这件事去写稿了 那写稿不止是这样 他还可以即时去问今天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那篇稿应该怎么写 所以其实他已经改变了 那当然呢 拍电影啊 或者做很多的东西都会是Synthetic的了 这个已经是毫无疑问会发生的事情 近期的Sora 都已经是对我们 令眼相看 就是文字变图像 或者文字变电影这个 影像这个做法 OK 这个只是想解释给大家听 Data may not be a real data Data可能是 因为你想想 这样的做法 对数据的爆发量 你看这条curve 其实大很多 这个是一个 另一个就是整个innovation cycle 包括在AI的强人公司都会发生 但是呢 最有趣的就是 其实我们的科技的叠加进步 可能也是快很多 以前来说是两三年一次 新的科技革命 现在可能是半年一次 听说未出街 这个是全然来的 就是说GPT5将会出来了 不过GPT5 大概是八成是GPT4写的 对吧 如果是真的话 因为没人知道是真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话 我相信 programmer都没得了 就是我之前是这行的 programmer 应该没有 就是 你如果靠写coding 是吧 这样的话 他都已经可以 这个真实 起码有一件真实的就是 今天很多的programmer 写programmer 都是靠GPT写的 写完之后 自己写试试完之后改 他写出来的coding 整个quality 比一般的好 好 不要说debug 就更厉害 所以 innovation cycle 到今天 是会很快很快的跌代的 这个是 毫无疑问的 May姐也不用问我 还有多快 我也不知道有多快 可能 这秒钟说完 一秒钟 因为根本不是人做的 根本的innovation 不是靠人的发生 当然 所以这件事 我们有人叫做 New Morris Law 因为Morris Law 以前就是说的 每一年 我们的chips都会越来越快 但价钱就会越来越便宜 现在他就说 每18个月的AI 能力都会是double的 看起来都不止了 现在 感觉上 不用18个月 是了 所以他在说这件事 最后我想再在这里 跟大家提 其实 在传统的器材 是你们的左手 AI的器材 就靠多数据 所以我想在这里挑战 会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因此 garbage in garbage out 的情况 会更大 因为呢 我们所靠的AI 器材 全部是靠一个 data的training system 那这里如果 确定不了数据的话 那出来的东西就会更难了 所以呢 more data more messy 这个是我觉得 最感同身受 那因此呢 我们会见到 它的成本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数据多呢 其中一个成本是 怎样clean成这些data 所以呢 如果那个数据 如果是垃圾数据 那你出来就变了很多垃圾 那些东西就用不了 所以这里呢 如何去处理 那些data是clean 还是垃圾 一定有一个部门做的 公司里面有一个部门做的 为什么有时候我去到很多不同的公司 我跟他们说 我就问 喂 那些data是clean 其实你公司今天的开发呢 要用多少努力呢 去做data cleansing呢 就注定了我知道去哪个阶段了 因为呢 如果它是80%的话 那就开始击死自己了 即是说 每一次它做不同的application 都会发现自己的data cleansing 是它的困难 那这个是现时很多公司 遇到的问题 当然呢 政府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个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慢慢 今天我相信大家 应该 计email也很有问题 对吧 即是email 来得多的时候也很有问题 更不要说 你拿着email做知识管理了 那 懂得知识管理的 做知识管理的人 其实已经很高级了 即是今天 但是呢 知道知识管理是越来越难的 那应该 大家就会去寻求一些知识管理的软件 怎样可以做到 这个我也在做 也在想着这件事 所以人类呢 你就会发现 原来呢 每年你要存下的东西 比起上一年 又是在double 而且还要复杂了 我就不开这个话题 但是呢 其实大家都应该会遇到的了 这件事 不用说了 你又不想删除了email 但是呢 那个email又不知道怎么找回 找不到 就等于没有 这个是一个公司里面出现这种问题 大家就变成了 有一个成本 就是一个cleansing的成本 还有一个成本 就是我刚才说的 叫做什么呢 找回去的成本 找都找不回 那怎么用呢 好了 如果你存了很多 是dirty的 或者是垃圾的data 那又怎样呢 这里有个argument 有些人就认为 垃圾都要存 有垃圾就知道没有垃圾 有垃圾就知道其他那些不是垃圾 就是在数据的计算上 我不是说要把所有东西做到最干净 那才是最干净的 我是相对的 那有人这么说的 有些人就说是扔掉它就算了 那当然呢 如果私隐专员一定叫你扔掉它 如果你有太多的那些 私隐专员不知 那星期都在说 你们那些数据不应该做 虽然被人hack 是的 从comparance的角度 就尽量不要存一些 将来自己会出问题的东西 但是从做数据的人的角度 我们就经常都觉得 不要删掉一些数据 突然间自己会后悔 所以我们怎么都会存一些数据 只要法律允许下 但是呢 我就向下一句讲的就是说 但是你知不知道怎么找回它 但是其实 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应该也是每个人和公司 自己要处理的问题 好了 所以 Data没有什么事 其实后面 我也想说一下 这个Leap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特别就是很喜欢研究Leap 因为Leap是我们日常都要经历的东西 但是如果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想问大家的问题 Leap里面有一个键 大家平时不用 但是 都希望会有的 Alarm 如果没有 大家有在Leap里面看到它没有 你会觉得很奇怪 或者你会觉得很不安乐 其实AI也是这样的 是不是 AI里面 如果你正在用的时候 将来 每一款 Mission critical的AI 是不是都有一个 Alarm 让我按键呢 告诉你 Stop 拜托 不要弱着你 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 机制 或者这样的键 在里面呢 还有没有足够的 Display 让我们知道它怎么做呢 其实说真的 后面有一个 我搜索这个东西的时候 发觉 现在有些是用手机去控制 手机去call the 即不是按键的 你还没进去之前 其实我也觉得有些奇怪的 为什么用手机call the 其实你都已经埋到去按了 你不会很远的 是不是 除非你叫起茶 大家知不知道起茶 在国内 很多人是在十几分钟前 就按了一个键 去到那里拿 去到那里拿茶喝 其实他也是这样成功的 就是那个model 就是他开始计算到周边的人 怎样去买他的茶 然后最快服务他 anyway 讲了 歪了一点 但是最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多给一些讨论时间 就是 我们究竟是令到这个machine 更加 就是more human light is not about making human obsolete 其实这件事情 是什么事情 我们 是怎么看的 是什么 是什么 其实当年 我开始 开场白的时候 就是说到底我们利用这个AI 怎么可以令到我们的生活 令到我们的生活更有质素 令到我们的生活更好呢 是双人劍 对 对 双人劍 就是等于大家今天 整天搭一些交通工具 不走路 身体就不好 就是走多些路 身体就会好些 不过你可能不想走那么多路 所以你要平衡 你要平衡回去 不过呢 就有些东西是很不同的 就像刚才说的这句话 我刚刚没有说的 有一句话是 GPT的其中一个founder 说的 他说 当AI能够令到 那个production cost变得很低的时候 这个世界将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 不要想那么多 先做了 例如 今天 如果我要create 20个banner出来 那为什么要去 自己 明不明 那个AI可以帮我create 20个banner 为什么我要讨论 如何画20个banner出来 以前不是的 以前因为 designer的资源很少 Mate姐应该试过你这样笑 就是 我们就会讨论 如何好好地用这个designer的资源 我们画三个banner好了 不是被他骂的 所以我们会想 很多东西去想 不如就那三个banner 但是当 production cost is lower Lower and lower 我们会发现 其实不用的 原来你跟GPT说完 他将200个给你 那我们的角色做了什么 是在200个里面 选对的那两个 对吧 所以我们整个人的mindset 开始变了 变了的就是 when the production cost become lower 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我们人类的工作方式变了 另外一个提示 他那个founder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今天的工作开始 我们不应该去继续做一个carpenter 我们应该做一个director 这个director是说导演 就是说我们应该 act more like的导演 我们不应该只做parpenter 的豆木 所以因此 才会出现 我们经常说 GPT里面最厉害的东西 就是你怎样做 比promp 我们叫做promp engineer promp engineer 是什么意思 我是车品国 麻烦你寫封辞出信给我 我要这样跟人 我说我是车品国 我是一个什么的专家 我最近怎样怎样 我现在准备转工 这个是令孙子理解了 他怎样可以写一封更好的信给你 不是写一封人人都明白的东西 所以怎样呢 你会发觉这个世界 我们要求的大学生 不是写一篇 人人都写色的论文 如果你用GPT 麻烦你花多些时间 在promp 去说出你想写论文的原因 立论是什么 是怎样 而那篇论文写出来 是根据你的promp 的思考 谁呢 达二汶就这样想 谁就这样想 我不是这样想 我就觉得是这样 麻烦你帮我写一封 所以 GPT became a工具 人 became a思想的人 那为什么会更加要像个导演 是因为你可以试一下 刚才这样说完 发觉他出来不好 我突然把promp改一改 他就说 不是 其实我想说达二汶 在那一年所说的那篇论文 就不是说其他东西 你要小心啊 我不是说其他东西 只是说那年那个论文 现在要不要我传论文 给你看看 之后你才回答我 那就更加像个导演的方式 我是在导演 GPT 怎样去给他更强患的东西 所以 就变成了 刚才阿May姐 你说的问题 就不是一个问题 大学不是答 应不应该给那些学生 可不可以用GPT 大学应该说 其实我更鼓励那些学生 是这样去用GPT 所以整个围度是升了围度 我们国内叫做升围 升了一个围度 不是他如何写好一篇论文 那些标点符号 那些东西 你不用care的 以前我们其实论文都很花时间 搞那些东西 叫你不用搞那些东西 现在你搞的是上面那个 就是你怎样去用个 什么形式去沟通 然后他写出一篇更好的论文 那我就不用争了 其实他人类就向着向着这种方向 所以这两个提醒 挺有趣的就是 when production calls lower and lower 去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我们的思考方式有什么变化 第二个就是 我们不应该再是一个carpenter 的方式去对待一个AI 而是一个director 一个导演的方式 跟AI去互动 产生了一个结果出来 这两个我觉得是一个 我今天想讲一个很好的提醒 这两个提醒 其实是讲的 我们人类都要升低的 我们的思考方式 是要向着另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要assume 这个世界的AI 会越来越进步 所以人类的思考方式 是应该要伴着这个进步去走 包括伦理 包括我刚才讲的 如何去我们的思考变化 去善用了这一种AI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 我认为是我们的科技素养 科技素养 不是只是我认识了它的旧 我认识了之后 我只认识了它 怎样善用它 才是真正的科技素养 所以应该我可不可以 听完你的指教之后呢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 有一个结论就是 其实我们不需要 怕这些新的科技 都不需要怕 到底会不会取代了我们的工 人工钱 而是说我们要 像你说的 升一个 我们要用好它 然后我们是 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改善 我现在做了director的时候 我就不是一个木匠 我不在那儿弄木 我可以用一些时间 由它来帮我想一些东西 我跟着就自己懂得指挥它 用我的脑来令到它 让我们的生活改善了 我不用用太多的时间 那我的生活就会改善了 我觉得从另一角度来说 怕是好事来的 不怕才是坏事 就是怕 你知道怕 那你就知道 我其实要学习一些东西去接受 这个社会的AI 是不会照回头的了 就是你差不多都会 每天都有人问你 你被AI了没有 那你都是被AI了的了 但是你如何去利用这个AI 令你生活更好呢 那这件事是要先会怕才行的 不怕你怎会学习 你不知道有这样的挑战 你怎会去改变 那这个人类是这样的 公司是这样的 政府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这句话 怕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说怕了它不用 是的 你不用怕了它 怕了它不如避开就算了 这样避不了 你是要学习 然后就要懂得用它 那当然你也要懂得明白 它会骗你的 你要防止自己被人骗 那都是要自己 令自己懂得知道多些事情 才会害怕 是啊 而且还有一件事 在整个人工战里面 有几个 有几件事很有趣的就是 很有趣就是 这样讲很有趣的 就是说 如果有个掃地机械人 入到来我给了一个order 他说 喂 尽快掃了这间房 做干净它 我给了一个order 那这个数捷 那些客人入到来的时候 他接了我的order 是以我刚才的指令 但是后来他在想 其实把这些椅子搬出去 便刷得快一点 对 那他便把椅子刷出来了 但是他没有想过 把椅子放出去外面之后 就影响了外面的人 他没有想到这一点 那你想一下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 很早期 我们刚刚开始 用人工智能去研究 和绿灯如何能够疏通交道 又是做了一件这样的蠢事 错头了 现在没有了 最初是什么呢 就是解决了那条街道 原来那些车被人赶了去 另外那边 那几条红绿灯 就很顺畅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系统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系统论 就是刚才Cyberletic 其实是一个系统论 就是说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你不能把问题 变成另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伦理问题 亦都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很有趣的 对AI的思考问题 就是你解决了一个问题 解决了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 就会产生了另一个问题 给人家 不过自己就没事了 对吧 还有一件事是什么 标签是什么呢 接着有May姐有一天 突然骂我 它是不是正垃圾 接着她就觉得我是垃圾 因为她不知道原来是人的说法 是一个垃圾的意思 她不是真的一块垃圾 那我就把她倒出去了 你会发现很多有趣的故事 其实都是叫做out of boundary 思考的人并没有想到 那件事情会有另一样东西的可能性发生 就想不存了 想不存的时候 所以那件事就会做多了东西 或者做少了东西 那刚才掃垃圾 那个是经典的例子 就是说 叫她掃垃圾 但是她突然间聪明了 她突然间说 把凳子都退出去了 就快了 那些凳子都退出去了 她不会知道她是影响到其他人 她也不会问外面的 permission 是不是可以把凳子拿出去 那这些东西 你会看到社会问题里面 很多事情 你会看到很多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今天未发生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百分比还是小的 就是说对于人工智能影响我们的生活 每天的百分比还是小的 但是当它大的时候 你会想到每一个bundry 和另一个bundry之间在打架 打架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那些东西就开始出现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人 要不停在这儿学习 然后让自己思考多些 可以站高点 想多点 然后用好这个科技 希望可以改善到我们的生活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我们问车工 演唱朋友有没有问题 你说车工好像人家求签 车工的公子就是尊敬人的意思 我们网上朋友 如果你有问题 都欢迎你问 我没想过 我也是第一个 但是很简单的拔转引玉 我想认识数码的本质 譬如 他真的出了一句 我怕猫 以我认识 因为我有讀少少 translation 加machine learning 我就发觉 它是一串 数字符号 不等于 它真的有我这个人 我真的怕 我怕 我喜欢 所以我不觉得 AI是一个会有感情 它可能有一些东西 变了一些 我经常都说 为什么我们中国 好像没有人 告诉我 或者中学的时候 没有人教我 或者带领一对 就是 为什么由一些 密码一串串 会变成我看到的字 或者看到的 英文符号 我很想解采这个密码 看看 有没有跟车工了解一下 第二 我想请问一件事 我想我想 我会 将我心底的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 我最紧张的是 带额 一个银行带额 一个我在港交所 如果有投资的朋友 我未有 那些如果真的有AI 如果有人啟动它 或者漏了 什么的 criteria 它可以开到我 那个密码 对很多人来说 就很大影响 对很多人来说 一同意 两个是很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一个 我们做数据 或者做人工 就是一个本质 就是说 尤其是你在说的 一个句子 其实 每一个语言里面 表达都是一个语言逻辑 就是一个语言逻辑 语言逻辑 可以有不同的 对它一个演绎 所以AI 是不是能够明白 刚才说 它不是正垃圾 那句话 其实只不过 不是说它是垃圾 是说它是坏人 那一定不是坏人 所以我想说 我想说 它的理解 一定是有很多方面的 所以因此 为什么现在的GBT 成功过以前的 就是它有上下文的 就是它理解到 前面说什么 和后面说什么 所以引起你这句话 是喜欢猫 这句字 这个字 本身上的context 是什么 所以进步了 今天 为何GBT进步了 它是根据全文 上下文 和前面 后面的问题 做出一个contextual answer contextual answer 令到它会更加贴着你 但是你下一个问题 它明白不明白什么 它会喜欢 因为 喜欢这个字 本身上 是一个 是一个 带了情感的东西 是不是 带了情感的东西 到底是否算明不明白 在这个 以色列的历史学家 写的那本书里面 提过一个很有趣的 那本书叫做什么 《未来世界》 还是 那个大什么呢 不好意思 他里面说了一件事 他说这个世界里面 将会出现两种intelligence 那麦孙未必可以有感情 但是 他依然是一个 machine intelligence 因为他没有attached to a body 人类的痛苦 人类的感觉 很多时候是因为 他的身体 影响着他怎么说 但一个孙是没有身体的 因为他没有了身体之后 所以就算是情感上的东西 他都可能和我们人类不同 他说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这个麦孙说出来 他说很开心 在 context 里面来说 和人类说的很开心 都是不同的 他的说法是这样的 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都有开始有这种说法 所谓叫做 machine intelligence and human intelligence 或者叫做 biological intelligence 就是一个 没有biological之下的intelligence 有人认为更恐怖的 可能是 没有了人类的body 之后的intelligence 因为他没有顾虑 他不对这些东西 有任何的想法 另外你刚才第二个问题是 他联交所 人家知道了他的password 那怎么办 不是交易所 我只是想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曾经玩过的就是 我是可以猜到 人家的password 就是 在大量的数据后 所以大家要小心 真的要很小心password 还有还有一个事情 你要很小心 千万不要在一些 没有那么好的网站里面 去试password 不记得自己的password的时候 因为在你不记得password的时候 你在试password 其实都是我去记下你的password 的线索 就是你可能在那一刻没有试 比如我做了一个网站出来 我叫你 不如你试一下 给password 我试一下 你不记得了那个password 其实在你试不记得 password的时候 其实你的password 其实是有一些pattern 你喜欢的 所以我记下了你的pattern 的喜欢 下一次如果我要做一些 类似估计password的东西 我会快很多 所以我不会告诉别人 我的password的pattern 所以 但是 如果你输入过 其实你已经是告诉别人 你的pattern 所以你是不是要经常换 从道理上 一定是这样的 经常换 跟着password 又要长 自己不记得 跟着 又要有 特别符号 又要大小的符号 好 跟着足够的数字 是吧 大家有没有 都是这样 跟着的结果就是 不记得 是吧 所以跟着就要写在一张纸上 跟着写在一张纸上 又开始危险了 一张纸就被人拿了 是吧 那就是 麦后我教你怎么做 怎样可以有个方法呢 是两全其美的 但是麦前说了 就让别人知道 是吧 那 好了 这两个问题 这是 好 你刚才讲 是啊 另外 网上有朋友问 他说 AI的想象力 被人 是较为全面 如果AI思考 500年之后的世界 会变成如何呢 包括500年之后的制度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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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那本书的中文 应该叫做未来解释 是吧 叫做未来解释 那 AI想象 被人 全面 如果思考500年之后 这个世界 会用AI 可以的 你今天都可以跟个方法这样说 不过这样说 他用着 我们有的经验数据 他推考500年应该都会错 对吧 就是等于现在我们 有没有人喜欢赛马 你突然说 会预计一下 明年还有哪一只马会赢呢 或者一些新的马会出来呢 谁知道 跑马最害怕的就是 那个马没记录 那些Future 500年的东西 其实我们今天都很难去推敲 他问你应该怎么写 哈哈哈哈 如果我写呢 刚才就是说 作为一个director 我们有权这样说 在一个prom 中说 假设我就是Bill基 OK 现在我想问 Bill基会觉得 500年后这个世界 会变成怎样呢 那不用靠自己的 我们靠人 借人的力量都可以的 但是一个prom 我很喜欢用的就是 我开一个topic 接着我叫李嘉诚和Bill基 你们两个对答 一个问题 他们觉得会怎么样 接着我看着 他们出来的答案 我去看看 有什么我值得学习的呢 现在不是说 他们出来的答案是真的 他们是symphatic的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symphatic 不代表我的价值 尤其是大家如果是记者的话 是吧 symphatic只不过是说 我想以Bill基的观点去问 他500年这个世界将会是怎样 是吧 那如果我要这个problem 再写好些 就说Bill基近日 对教育非常关注 我要输入Bill基近年来 对于教育 教育的採访的 最近五篇稿 请你用这句 最近的五篇稿的观点 去到 帮我去推敲 500年的世界之后的教育 将会是怎样 ok 这个方法比较好些 但是好像你说 哪个才不发现 因为中间还有很多数 所以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导演 就开始这样说了 50年又会怎样 100年又会怎样 100年又会怎样 这个就是 exactly 演绎一个导演要做的事 对不对 你看到Bill基不够好 那Ian Maas 甚至乎Ian Maas 加 是吧 我现在的problem 喜欢这样写 我现在有个助理 我的助理就是 哪个哪个 叫我的助理参考了 这五个高手 然后叫这五个高手 近期所说的有关言论 帮我想一想这篇稿 应该怎样写 500字为题 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 写problem 可以叫他写500字 可以叫他写5000字 那你们希望叫他写少些字 才再爆大多些字 还是你想他写多些字 压回变小字 大家可能都想到 我当然叫他写少些字 要concise一点 然后我可以改完之后 就告诉他 就是拜托爆500字 500字 看完差不多有在那些 之后叫做再爆1500字 所以刚才五百年 那个都可以用我这个方式 Anyway 精髓都是 你是导演 你不是carpenter 不是叫你写完所有东西 你可以他山 就是什么 他山之石 看我的文化 因为用了太多GVT 太多 科技太棒了 这样我觉得 大家一定 如果大家听完 你觉得有意思的话 你会觉得 你开始的creativity 都已经变了 不是原本你的creativity 你开始会想到一些很新的 当然我也想鼓励到一件事 不要只用GVT4 我现在都有用 通义 阿里的通义 好处是什么呢 阿里的通义 或者国内一些AI 是可以解文言文的 所以我有时候 看到文言文看不明白 我就扔给他 就跟他说 拜託 撤钥给我 说这首诗 李白说什么 他都会解到我 那GVT不行的 所以中文的AI 我们都是要向国内 所以 都是在说那件事 工具问题 就是说 你知道GVT4 这个 你又要知道 那个 没有人会用同一个机械人 或者我们可以用机械人的机械人 就是说 一个机械人帮你 找到其他机械人的东西 然后综合给你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而且近期的新方向 在近三个月的新方向 都是这样 我们叫做AI agent 就是尽量 好像看医生 看六个医生会诊 就比看一个医生 就是拿六个拼人 拿六个拼人 六个拼人还要再多一个 是帮你综合的 所以 其实香港真的有个优势 好像你说 你可以用GVT4 你又可以用 国内的AI 于是乎 我们就综合了所有的东西 接着我们就 真的要 近期有个朋友 近期有个朋友 介绍了一个财路给我 我想大家可以想想 叫我在香港主持一个AI团 叫我们国内的朋友过来 我租一间酒店 把GVT4 所有在大陆用不到的工具 都放在那里 叫他们用一天 接着每人收几千元 真的可以的 他们告诉我 我包你一年可以做五百人 因为他们是用不到 所以香港有香港的优势 即是你说的优势 我就特意突显这个优势 给大家听 香港真的有个优势 我不知道将来 因为我们有优势 就是我们很多的data 都在香港可以用到 很多工具 都可以用到 未来的香港 可不可以 成为国家的数据枢楼呢 这个都可以再深入想想 研究一下 嗯 网上有朋友问 他说感谢车先生的分享 想请教在AI年代里面 学校要装备学生 有什么质素去面对你 我呢 近来跟Mae姐来说 我写了一本书的 我准备写给高中学生 我卖了广告那里 我是免费的 我本书不是 有贊助的人 我不用钱 但是呢 其实里面 我们在说 我们ABCDE AI Botchain Computer Power Big Data 和Ethrica 五件事情呢 其实都是一些学生 在高中已经要明白了 就是说 AI的发展历史是怎样 到今天的特质是什麽 Big Data 当然我今天很briefly去讲 但是我觉得 那个中学生的素养 是应该不论文理科的学生也要明白 好像我刚才讲的 我不相信文科的学生会听不明白 就是说 原来可以这样写的 原来可以用他山瓷石 可以公辱的方式呢 他问出这样的东西的 原来一个辩论比赛的题目出来之后呢 我都不用说 你是否生我啊 这样 我就立刻 将整个question 其实我用哪个point去讲呢 你会发觉 我觉得文理科的学生 都是开始要对 整个数字素样 或者数码素样 开始要明白 而那个明白 不是说一下不简单 而是因为 应该是一个学科 因为我 stamp呢 是一个很灵活的说法来的 但是呢 我觉得 都是需要有一些东西 要讲回来龙去默 简单地去解释到 为什么这个ABCDE 对他们的未来 那么重要 其实对我们也重要的 不过 为什么我会觉得 对香港学生 我突然间花了一段时间去组织 不是我写的这本书 其实因为写不到的 因为呢 我最多只能够写数据那一部分 所以我邀请AI的人 帮我写AI Botchain的人 我只是做组合回来 然后给大家去看 因为 而且我的要求就是 我要中学生看得明白 我不希望你们写一些 中学生都看不明白的东西 怎么对他们有帮助呢 因为我觉得 刚才ABCDE说 我们香港的人才 怎么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我始终相信青年军这个道理 就是说 如果这班高中学生 将来再向前走 我们香港是不是可以有 不会无以为计呢 是不会有一些新的人出来 他们的科技 他会更加聪明呢 是不是 他们每次打足球都知道 哪个好像今天那样 日本赢了U23 跟着下几年的世界盃就很厉害了 因为有青年军 所以我们香港都需要 不只是说对大学是这样 需要他们多些去读AI的东西 而是在高中的时候 其实已经要开始培养我们 对这个认识 一定要培养我们的青年学生 车品郭先生这本书 就叫做《未来世代的必修法》 就是《数字时代简示》 就好像他说 找了很多不同的朋友一起 就在做这本书 这本书将来 写好之后 就会送到中学里面 送给同学 是 送给同学 我找一些贊助 免费引了之后 然后他们就送出去 我其实想过 就在香港出先 就不想 香港出完之后 我再想国内是怎样 因为国内的 国内出呢 都说香港是一个 相对资讯流通自由 创作的地方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的 另外我觉得 本书不能用一个 传统的方式去出的原因 是因为 明年又变了 如果我们用出版社的方式去出的话 其实 年年都半年要在那修订版一次 其实它不应该是一个 hard copy的 它应该是soft copy 你是市场都有一个变法 hard copy 就是放在图书馆而已 真的看的话 应该是要soft copy 因为你是不停的更新 有变法 起码一年也要更新一次 但是你刚才说三个月而已 那半年也要 那今天呢 非常之多谢 就是 车品角先生 就是大数据治理工会的照项 亦都是 特区政府的数字化经济委员会成员 其实车品角先生 叫车工廟 不是 你可以当作车工廟 车工廟也好 我们 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 这样呢 车工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工绩 我们今天非常之多谢 就是有求必应的车品角先生 也都很多谢各位现场的朋友 和在网上的朋友 我们很快就有下一个讲座 到时请大家上我们 就是新闻博物馆的网页里面 你可以登记 然后去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讲座 我们这个讲座 是得到香港的财务会的慈善基金 来支持我们的 多谢各位 多谢赞工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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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